别生了别生了 这孩子 张着眼睛睡觉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人会变傻的 再说了 蓝色妖姬还有138名就来了 再不行 我就把你封起来了 哼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干什么 我刚刚就是网网不好 爆了火机而已 你就要对我下狠手 什么下狠手啊 我这是在保护你好不好 床上打几个硫磺金纱方块 然后再躺下 你看 这样就能万无一失 阻挡蓝色妖姬了 你这个要是能阻挡蓝色妖姬 我就跟你信 你叫半灯 也不是不可以 我这是嘲笑你 你听不出来啊 听不出来 那我就将你救济 把你给堵住 哎 别呀别呀 不然我下半辈子 都能在床上过了 我还没看过 这大全世界的漂亮风景 见过最帅气的蓝色妖姬呢 哎 不过该说不说 被你这样改造了一下 好像更加安全的呢 有病 我才不管你呢 我要去打造属于我自己的二层小羊楼 小羊楼有什么好的呀 还不如睡在地上 一张床 一个房子 反复就拥有了全世界 等等 你看你见的多了呀 不如和我一起 别吵别吵 我才不愿意一辈子都睡在地上 那跟野人有什么区别 我要建一栋属于自己的楼 有书房 有卧室 还能看电视 理想很远大 但现实很残酷 就剩40秒了 马上蓝色妖姬就下来了 呦 你这还摔了 可恶 我花钱找到那建造师傅 肯定是个江湖骗子 不然怎么按照他的方法建筑 我还会掉下来 看灯灯这样子 在蓝色妖姬来之前 是肯定见不完了 我还不如早点回我的洞里去睡觉 然后等着看灯灯的笑话呢 哈哈哈 哎呀不好 蓝色妖姬还有9秒钟就下来了 我得赶紧躺床上去 3 2 1 哈哈蓝色妖姬来了 我出去看看灯灯什么情况 哇 不是吧 这个蓝色妖姬 怎么都出生在地上啊 别 我得赶紧回去 啊 附近有怪物 无法入睡 这 这是迷你世界 新出的bug吧 以前都不太这样玩的 啊 你们别打我啊 灯灯快救我 蓝色妖姬用他的气息踹我 我早就说了 你的洞不安全吗 不听好而言 实惠在眼前 你就先替我吸引一下火力 等我的楼建好了 再叫你来家里一起住哈 不是吧 呵呵呵 总知道我就不住地上了 咱就是说 要是房子建好了 灯灯也没法来建我呀 只能自己建个楼梯上去 啊 我就是建个楼梯而已 你们都来打我 你们有本事 去打灯灯啊 放棄吧 咱们没本事 啊 老豆子快来帮忙 幸好有老豆子转移注意力 这下 我终于把楼梯建好了 就剩最后一点了 被打下来了也没关系 再重新上来不就好了 把这边的道路铺平 这样不仅我能上来 土豆能上来 就连蓝色妖姬 也能上来啦 天都黑了 先趁这个机会 去担担家里看看 班拉 你这是终于醒悟了 知道我的二层小洋楼更好了吧 一层是书柜 我再带你看看二层 这什么东西啊 电视啊 你没看过吗 电视 有这个形状的 不是吧 你不会连电视都没看过吧 那就更没看过动画片了 让我来播放给你看 只要手上拿着彩蛋 不停地往电视上砸 看这栋花片多好看呀 等等该不会是建房子 建出了什么脑年痴呆吧 看来我得顺着他点 不然到时候出问题了 怪我怎么办 该当心的不是他 是我 你们俩都躲在房子里 那我怎么办 哈哈哈哈